其实本来 你怎么了 没事 我这几天吃的有点多了 长胃有点不湿 给你 你怎么会有这种 女孩子爱吃的酸果干啊 我是怕有人因为饥食 耽误了明日的训练 谢谢啊 这个好好吃啊 酸酸甜甜的 你倒是像个女孩子家一样 喜欢吃这些酸甜的果干 我本来就是 是因为你难受才吃的 我会想吃 我会想吃 哎呀 我 啊 啊 啊 不是 啊 啊 啊 开中 今天舒服多了 早啊 早啊 今天比昨天晚了些许 你怎么没有叫我 我接你昨日 太难受了 就迟了些 你好些了吗 完全好了 多亏你的酸果干 你为何躲着我 我去梳洗一下 这水盆不是在这儿吗 奇奇怪怪的 这两天训练真的好兴奋 杨学子 打球去啊 你们先去吧 等一会儿我就到 先走吧 走吧 紫安还挺厉害的啊 看来有办法赢锅自监啊 看来有办法赢锅自监啊 还挺有一套的 安晓 之前我们怎么没有想到呢 你怎么会想到 你光想就跳舞去了你 你怎么想不到呢 我 这不重要 半斤八两啊 半斤八两啊 失望 为何还没回来 还没睡啊 我在想一些战术策略 准备睡了 你也快点睡 明天早点起来 放心吧 我会的 我会的 哎 谢谢娘 哎 谢谢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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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第一 好样的 德哥 西北 你们看到了吧 杨泽 你干什么 我太激动了 没事 第一 你很棒 如果防身有漏洞 就很容易被人进球 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注重防守 明白了吗 明白 这就是我们大致的作战计划 大家还记得 我们来上义馆的第一堂课吗 那堂课上 吴博士教会了我们 要团结一致 通力协作 才能战胜困难 这次与国子健的带棍球比赛 就是最好的实践课程 这次比赛 不仅仅关乎到我们的个人荣誉 还关系到整个上义馆的荣誉 我知道 你们每个人可能都是带棍球高手 但是在比赛中 个人技术只在其次 默契的配合和通力协作 才是制胜的关键 我们的团队要拧成一股绳 像一个人一样 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说得好 比赛 比赛